夏天养兰花最怕遇到烂根黄叶小虫子 因为每年一到夏天给兰花浇水 就会出现烂根黄叶的问题 很多花友以为真的是浇水出了问题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根部 只要你记住这个方法 不管养哪种兰花 根系那是又多又壮 白白胖胖的 还不黄叶不掉叶 并且呢长得那是又快又好 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防止这条视频找不到了 大家记得先点个关注收藏起来 养兰花呢不提前预防 养到最后都会枯萎 那么我们用这个小东西呢 既绿色环保又没有化肥残疗 而且呢现在很多重视健康的家庭 都在偷偷的使用这个小东西 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你就亏大了 而且呢用起来方便简单 你可别小看这个小黑颗粒和小白颗粒 用在花盆里面 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且呢咱们家里比较容易长虫的 烂根的 黑腐的 黑杆的 多肉 蟹爪兰 月季 长寿花 君子兰等所有花卉粒子 都可以用 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小黑加小白 放在视频的左下方商品 希望呢能够帮助到你 让你在家里面不管养什么花 都不生虫 不烂根 不担心出现斑斑点点 养花养的脂肪夜貌翠绿的